二年三十一歲的蓮詩雅 有樣有身材 又有好多首熱爆歌 但原來Shiga父母的感情 日早在她小時候已經破裂 提起自己的原生家庭 她亦非常之感觸 爸爸媽媽其實 在我很小時候 其實他們的感情已經很有問題 很多東西的價值觀不一樣 但是 當你生了小朋友的時候 你就真的生了小朋友 已經不是兩個人的事 我是長大 他們真的分開我才知道 他們也是有共識分開的 不過 爸爸就 對 他也有他個人的原因 我們 大家都沒有什麼再聯絡 你問我 我有時候 我會做夢 和大家一家三口 坐在一起吃飯 所以我很想結婚 很想有自己的家庭 因為我覺得 家庭是很溫暖的東西 我不是說媽媽給不到溫暖 但因為 媽媽太忙了 我小時候 她已經想著經常工作 我們很少 我永遠就自己一個人在家 我覺得很孤獨 所以 我就更加想快點有家庭生活 我想每晚很簡單 大家可以每天放空 在家 坐在一起 一起吃飯 問問 你那天覺得怎樣 做了什麼 但很難 我媽媽又很 很努力 很想 因為 因為她 我自己也沒用 不可以讓她這麼快退休 要麼我就去工作 要麼她就工作 大家 雖然住在同一間屋裡 但看到的機會也很少 也不會說 大家也忙到不會煮飯 所以 家常便飯對我來說 是很溫暖的一件事 Siga在2016年的時候 和音樂才子徐浩拍拖 她這天也否白自己的婚姻觀 和和徐浩的關係 原來我也 我也渴望有家庭生活 但我覺得 很多東西是緣分 不是有時候 不是說你想要就要 或者是 有很多很多的因素 為什麼她都給不了這個信心 我們其實分開了一段時間 有些事情可能是我們這一刻 不太得到一個共識 或者是 價值觀對某些事情不一樣 將來的事情其實就不知道 其實我每一年 或者人每一年 你對某些事情的價值觀都會改變 有時候 一段關係 當然你要一起好一段時間 你才會完全了解到那個人 而當大家真的很了解到大家的時候 發覺對某些事情的看法 真的很不一致 或者是很難找到一個 一個位置是大家可以認同到的 其實很難再去講結婚 或者是以後的生活 就是入獄的 郭忠祥